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 曾经历尽的艰难的朱崇八 摇身一变而成为了九五之尊 自汉高祖刘邦之后 能打此殊荣者寥寥无几 朱元璋志得意满地 端坐在金色的龙椅之上 眼看着大堂上的一般文武群臣 意气风发精神抖擞远胜前朝数倍 他的嘴角亮起一撇 不亦为人察觉的笑容 手下猛将文臣如云按理说 他应该开心 可是他就是无法开心起来 太子朱镖生性仁义 不知他是否能够驾驭这帮 从血泊中烫出来的功勋速将 天下四方已然平定 到了该算总账的时刻了 朱元璋是聪明人 不愿在史册上 留下屠杀功臣的名声 他必须师出有名 才能使一切行为合理化 而此时他最想处理的 就是以李善长为首的怀西派 自豪州启示之初 李善长便投奔自己 平日里以汉朝三节之一的萧和自居 在稳定后方筹集粮草方面 李善长算得上居功之位 但是李善长在功成身退方面 却与萧和相差甚远 萧和位居丞相之尊后 从来不敢聚功自傲 始终保持着谦逊谨慎的作风 李善长偏偏反其道而行 大肆搞小团队有正事常常 自作主张 自行处理不提前告知皇帝 种种做法使得朱元璋分外厌恶 但他毕竟是君主 不能将喜好录在脸上 为了限制李善长的权力 他故意提高了刘伯温在朝中的地位 刘伯温深至朱元璋的性格 因此在处理事务方面 一切都从君主的角度考虑 从来不解党因私 种种做法深安朱元璋之心 奈何怀西派势力太大 刘伯温以一己之力 实在难以撼动其根基 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 于是朱元璋开始了布局 他明白 欲先消灭谁 必先使其疯狂的道理 他用派人用言语警醒李善长 让其提早让出相位 以换取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李善长自有个人的如意算盘 他推荐门生胡维雍为下 胡维雍比之李善长更是不及 他在位期间我行我素 从来没有任何机会 为了拿下胡维雍朱元璋 剑走偏锋 他明确对群臣表示 可以风文奏事 所谓风文奏事 即群臣可以不提供任何证据 仅凭传闻就可以状告某个人 可以实名也可以匿名 皇帝想要处理胡维雍的风声 一旦传出群臣为了在权力的道路上 更上一层楼 自然会群起而攻之 胡维雍数到胡孙散 他明白大事将去 即使自己再怎么辩解 也无济于事 皇帝想要办他 只需一个莫须有的理由 就足够了 受到到胡维雍牵连的人数 多达三万人 当这些人人头落地的时候 朱元璋没有掉一滴泪 太子朱镖看到父亲的行为后 大为震惊 他生心仁义 不愿看到父亲犯下如此过错 不惜貌似境界 朱元璋看着儿子仰天长叹 他何尝愿意这样呢 可以想到自己百年之后 这帮开国元老 很可能会作威作福 致使朝纲混乱 他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杀心 他必须为儿子 留下一个稳定的朝堂 让儿子当上几十年的太平君主 为了让儿子明白这个道理 他拿出一根长满稻刺的荆棘 紧接着 用手一把录下 所有的稻刺手掌上 顿时血流如注 朱镖的泪水 如洪水般肆虐 他明白 父亲的做法 一切都是在为自己考虑 子丹复过 他觉得自己才是杀害 那些人的罪魁祸首 回去没多久 他就病倒在床榻 起初不过是一场风寒 可朱镖的心情过于忧郁 致使病情越来越重 一个月后 他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留下了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悲剧 嫡长子 去世太子之位朱元璋 年岁又已高 必然会出现 争夺皇位的惨剧 朱元璋没有沉浸 在悲伤的氛围中 而是仔细考虑着 大明王朝的前途 四子燕王最得己心 按理说可以继承大统 可他之上 还有两位哥哥 这是一个潜藏的隐患 是朱允文的一生 皇爷爷 将他从沉思中 转回现实 若朱镖没有去世 将来继承大统之后 太子之习 必然属于这小子 索性直接立他为皇太孙 朱一一出 舆论一片哗然 但又集合礼法 因此并没有 引起朝野的动荡 朱允文也不是一个具备铁血手腕的人物 而之前自己为太子朱镖准备的武将兰玉 渐渐地开始鞠躬自傲 朱镖在世时尚且可以压制他 如今朱镖已经去世 若自己百年之后 他难道会听从皇太孙的安排 司机此处朱元璋的眉头 又拧起一把铁锁 破解这个难题的方法 只有一个急防唤于未然 对于一个国君而言 没有什么事情 比自己的江山还重要 兰玉并没有意识到 危险的将领依旧是飞扬跋扈 最让朱元璋忌讳的是 兰玉手下朱将根本不知皇帝为谁 仅仅听从兰玉一个人的指令 红武26年中书传出了 梁国公兰玉谋反的消息 受到其牵连的 还有开国功臣徐达 以及退休在家的李善长 兰玉自然是满口辩驳 可惜朱元璋不会给他机会 他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真正的死因 其实他的过错极小 不过就是嫌弃自己的官职很小 要的不过是一个泰式的直贤 只是面对着猜忌心赤胜的朱元璋 除却死亡 他没有第二条出路 后代的历史学家做过这样的评论 朱彪若能顺利继承大统 则兰玉必能受延忠王 而明朝历史上也不会出现静难之意 假设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 红武30年也就是公元的1368年 朱元璋去世 皇太孙朱允环登基 史称建文帝 建文帝登基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处理镇守在大明王朝各处的藩王 他永远忘不了当初皇爷爷留下的遗言 若那些叔叔伯伯们安分守己 则保住其性命 若他们有任何的骚动 必要时不能放弃使用铁血手腕 朱元璋的预测丝毫不差 他们自认为功勋卓著 不肯向侄子朱允环弯腰 陈亨的选择 此刻坠坠不安的除却各个藩王之外 还有一位镇守在蒙古一带的将领陈亨 陈亨属于漏网之鱼 朱元璋在清理兰玉一案时 几乎清理了所有的武将 彼时的陈亨因为镇守边关所处地理位置显耀 为避免北人偷袭朝廷不敢妄动陈亨 使得他意外逃过了一劫 但他深知自己的处境 兰玉乃是一路追随朱元璋的人物 自己不过是前朝旧将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不得已才投奔大明 连兰玉都遭遇了祸患 自己又怎么会幸免呢 如今各路藩王被处决的在少数 他们与朱允环之间存在血亲关系 都无法逃脱命运的魔爪 自己一个外姓人物又该如何自处呢 此刻的他如热锅上的蚂蚁 但他到底是混迹官场多年的人物 早已想好了对策 当下最要紧的是 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靠山 这个靠山不能是朱允环 他不需要自己的帮助 而当下最需要帮助的就是 驻守北部边疆的几位藩王 到底那位藩王能够躲过这次惩罚呢 他派出的探子 送来一个消息 燕王朱棣疯了 炎炎夏日竟然穿着冬天的棉袄 这个消息使得他心头一震 燕王朱棣到底是聪明 竟然使用战国时期的孙病之计装疯 为了试探燕王 是否具备逐鹿中原之心 他开始了进一步的行动 由于这次行动 关系到陈家数十口人性命 他不得不小心谨慎 次日他带领几名亲随 奔赴北京城 目的就是求见燕王本人 燕王素有大志 本以为大哥朱镖 去世后自己有机会摘取王冠 谁承想父亲却做出了一个 令所有人都 想不到的决定 立侄子朱允文为皇太孙 那时候他已然相信 这是命运的使然 侄子登基之后 他不是没有起过反心 但侄子向来没有犯过什么大错 为了朱家王朝的稳定 他不能为了一己私利 而妄动干戈 因而他一直选择隐忍 可侄子却步步紧逼 逼迫着自己不得不做出反击 他一边装疯 一边在暗地里招兵买马 训练部队目的就是期待有朝一日 能够与侄子抗衡 一方诸侯岂能朝廷的对手 他的力量始终处于弱小的地位 就在这万风危急的时刻 陈亨带来了投降的消息 陈亨手下有十万大军 都是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兵 而陈亨本人也是一员战将 他的到来可谓是如虎添翼 他表现出雄主的胸怀 热情地接待了陈亨 而陈亨也从朱棣身上看到生的希望 虽然这希望极其渺茫 但最起码还有胜利的机会 公元1399年也就是建文帝登基后的几个月 朱棣打出了清军策的口号 朱允文匆忙派遣部队应战 因为人数和物资的优势 朱棣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 但这是一场长达四年的拉锯战 朱棣一方皆是骁勇善战的将领 而朱允文一方因为朱元璋的屠戮功臣 只能派遣出一位战斗力属于青铜级别的李锦盟 在双方的此消彼掌之下 朱允文最终败给了四叔朱棣 失败之后的朱允文没有为了性命而选择投降 历史记载他自焚于宫廷之中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 他落发为僧逃向海外 公元1402年朱棣登基为帝 史称明成祖 为了证明自己能力足以堪任异国之君 他将都城前往北京以天子之尊亲自镇守国门 同时多次御驾清征北征达达瓦剌等部落 而陈亨因为长期驻守边疆 通晓北部一带的地形与明峰故而被朱棣重用 平步青云 这个时候的陈亨可谓是权势滔天 他的地位无异于明朝初年的兰狱 凭借这份功劳即使他做一些剑阅之事 朱棣也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是这种做法无异于是在刀尖上行走 稍有不慎就会遇到灭顶之灾 陈亨亲眼看着胡维庸 兰狱等人被处以击刑 历历应见在前他又怎么该重蹈覆辙 但是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天下无事之秋 朱棣为了巩固手中的权力 必然会对地下的功臣下手 他必须步步小心处处谨慎 为消除朱棣的戒心 他多次向朱棣请求告老还乡 同时又不断地向他索要一些肥沃的土地 这些事情都是在通过另外一种方式 表明自己战场杀敌也好 弃暗投明也罢 目的就是为了求得富贵公民 可是朱棣偏偏不答应 朱棣清楚地知道北部边疆始终局势不稳 如今不是武将退去的时刻 当年若不是自父皇大肆屠杀功臣 侄儿也不会遭遇败继 于是他更加地后代陈亨 却不知龙生九子 各不相同陈亨的幼子陈琳仗着家中权势 误伤了一位平民之子 按照朝廷的律法 陈琳必须以命偿命 陈亨在听到消息后 没有丝毫犹豫 即可将儿子绑到刑部 请求以律处分 刑部侍郎岂敢对陈亨的公子下手 事情闹到了朱棣面前 朱棣相当睿智 派人询问被杀之人的父母 询问他们是要以前了事 还是以命偿命 老百姓卑贱如草芥 面对咄咄逼人的询问 最终选择了以前了事 陈亨却以为不妥 亲自压着儿子 到了被杀之人的家门前 让其在门前一直跪着 直到求得老夫妇的原谅 如此做法自然引起了朱棣的目光 朱棣甚为满意 他的谦虚谨慎 终其一生与之亲力无间 他的长子陈茂与幼子不同 颇有富丰 在父亲去世后 秉承着父亲的姻院主持家族 战场上他从来都是身先士族 战后也不争功劳 当明轩宗赏赐他之时 他总是以陈家试授黄恩 绝路非常为理由拒绝 因而明轩宗也极其喜爱这位将门之后 带兵打仗必然要其作陪 因为父子两代的辛苦经营 陈家在明朝一带兴盛了百年 他们的故事之所以在历史不慎出名 恰恰跟他们的为人处事有关 不显山不露水 这也是他们能够在一次次 惊涛骇浪中生存下来的原因 我们下期见